林大姐告诉我们 母亲比较强势 年轻时就和父亲经常吵架 年老以后 母亲不仅没有收敛 还变本加厉地折磨父亲 毕竟父亲九十高龄了 为了父亲的健康着想 姊妹三人商议 将父亲送去养老院赡养 这也是父亲的意思 可母亲依旧不依不饶 甚至追到养老院来骚扰父亲 师姨 请吃饭 请吃饭 你看看地老头都吃饭 一桌子就冒 我一桌子就冒 你看看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现在就觉得 是我们在吃饭爸爸 他为什么要对你爸爸 这样子呢 不知道 他两年 他就年轻时候 他一直要你爸爸强 现在我给你 他这次为什么闹得养 就是大家老早过去来 我那个妹妹和我哥哥来 你想他们都这么 就是我们能 就是能给你 你讲什么 我们都一起 就顺 就顺关了 这次来为了老爷 就没顺他了 所以就是搞得养了 嗯嗯 大姐哦 就刚刚你所讲的这个 我也特别理解 家里面这样子的老人呢 确实也很困惑 也很为难 好在就是你们三个呢 就你哥哥跟你 或者你妹妹你们之间呢 就是还没有什么误会 一切呢都为老人 那现在老人呢 就是说你妈妈呢 现在这个状况呢 呃 他跟我们的意思呢 是说他想去养老院 现在他一个人在家 而且这个年龄了呢 他也不太合适 这个怎么去安排呢 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面 我是这样说的哈 嗯 你怎么想呢 我们当时跟他说在哪 如果你要进别的养老院 嗯 我们同样的是 因为你的生活购 爸爸一个月四千五给你 四千五给你 加上他三千块钱 七千多块钱 钱也够 说实话 嗯 对吧 如果你全部花完了 我们儿子绝对花 绝对给你去补充这个 因为我要三个条件 都为你一个老母亲 我不存在了 何况还有一套房子 在动门 嗯 是吧 在警戒上不存在 好 对吧 第二个就是你自己雇个人 就是你们打算呢 一个呢 就是说老人家 如果他愿意去养老院呢 就是可以安排一个养老院 对 费用不是问题 对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 请一个人去家来照顾他 对 嗯 然后这个都 如果他不愿意 都不愿意呢 那我说不 他个性 他不可能 嗯 就是说你们也愿意 就是说 但是我跟你说 我妹妹在上班 不可能去照顾他的 我说实话 我的妹妹天天晚上 就是我爸在养老院 我们是天天晚上都去看看爸爸 怕爸爸孤独 我讲实话 你就可以问问养老院 我妹妹是 每天下班以后 都要去给爸爸问问一下 看看他一天的生活 到底怎么样 都要去 我们都 不像你家 到养老院 所以那夜来都很羡慕 你家都 我们到的养老院 最多 一个礼拜 看个一两次 什么的 我们家是 不是 我们现在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老母亲 她有个心病 她现在心里面 转不过来一个弯 就像人家讲的 人转牛角尖一样的 她现在转到这个牛角尖 她就一定要跟老伴在一起生活 照来复养老来伴 她并没有意识到 就是说 可能原来 我跟老伴相处的过程中 对老伴态度不好 老伴心里面有一定的意义 你看这样行不行 就是从你 给我们看的这些东西 包括老人家这种情绪 他难以控制 爸爸性格也大了 他们两个现在在一起 生活的确实 不太合适 也不利于两个人的健康 那这个呢 就是如果不能在一起生活的话 就像你讲的 我们选择老妈妈 给她找个养老院 对 我们都一起做做工作 对 这是一点 另外呢 这个 她舍不得的吧 对 我们去做做看吧 我们等会再回去 她会听一下 她没钱的 你就问她 你家 你就可以问她 我妈很会表演 因为我妈的思路是 你们北京搞过她 对对对 你们北京 占过她 正是他们找她谈了以后 120的姚 站不过你嘛 这样子 我们不刚刚讲吗 对吧 不可能跟老父亲 在一块呢 我们就要必须 把老母亲安排好 对 那个如果她愿意 去养老院 我们也做工作 也给她做做工作 对 利弊 我们也告诉她 通过一个外人 通过我们来不走 因为她全坐我们来不走 对 她有可能 她相信我们 我们来去做她的工作 让她去养老院 如果她还是不愿意去的话 那坚持她自己的观念呢 那她就请个人居家 来照顾她 对 如果不行的话呢 那大姐可能呢 你就跟你妹妹两个 就轮流来回去看看她 因为就 就是她到这个年龄了 说真的 我们想去改变老人的 所有的观念呢 也不太可能 那自己的母亲 我们没得选择 那精神上面呢 我们多多 威胁她一点 她也呢 如果就是说 你容易跟她发生 冲突呢 就我们大哥啊 或者我们转转弯啊 就女婿 看看能不能去啊 她现在帮女婿 这个小女婿啊 性格上 骂女婿的骂的 难听的要命 我讲实话 我讲实话 女婿 我讲实话 我要你们去访问 我两个女婿 一个媳妇 我嫂子在那儿 闹着那么样的 我嫂子都没赶她走 说实话 在这情况下 我很感激 我嫂子到前天都肥癌 她讲了 对吧 我说实话 我嫂子 能站到容忍 她四个月 站在那儿 我嫂子没骂她 一句没了 我已经很感激的 作为女儿 我都不可能去了 我都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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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骂她的 对 还要你们子民 我跟你讲 还有这个 我妹妹为什么 不能照顾 我再跟你讲一下 我妹妹为了她 就是天天照顾 搞一个妈 到她家落 到她门口 放她门 天天在她门口 放奶子 对了 我妹妹搞得 当时就有点愚愚了 你懂吗 我懂了 当着愚愚我也很敬疼 我妹妹 我妹妹比我小六岁 那我作为姐姐 那我肯定 就是我 就是我 一直在出面 好 所以我为什么 她恨我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从小我个个 16岁 这个也是成的 我妹妹不小六岁 爸爸妈妈吵架 都是我们在出面 你在家里面 挑大梁 挑的比较多 对 所以对她狠一点 所以她为什么 讲我坏 也就是这个 你干得多嘛 对 那大姐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一个是 跟爸爸 肯定不是首选 不能去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我们在养老院 看看她愿意不愿意去 我们都做的 还是工作 这就是养老院 不行 我们是愿意 跟爸爸分开 对 然后呢 就是再就是 请个人来照顾她 然后再不行的话呢 就是你呢 有时间呢 就回去看看她 然后呢 我们跟老人在一起 就是我也想 跟你讲几句 因为我确实 很理解你 这样子的母亲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 但是呢 怎么讲呢 就是我们已经 不可能改变她了 只有我们自己 慢慢的来改变 我们自己 就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她发火 那我们 我们让着点 我们忍着 咱们母亲 我们能退让呢 就退让嘛 怎么办呢 对呀 对呀